印度是全世界缺電最多的一個國家 它大概有將近5億人口 是完全沒有電的狀況 首先我們要找到一個風力適當的地方 然後利用這個風的能量來發電 所以我們找到這個風力適當的地方呢 我們基本上要把這個風機架在這個塔架上 做好這個地漆然後把這個風機架起來 利用這個風能量來發電 每秒12米的時候 它可以達到一個發出耳的電力 如果是風比較小的時候 它的發電力就相對比較小 一般來講發出的電力是跟風速乘三次方的正比 所以一個地方如果風比較大 那麼基本上它發電力就會相對的大很多 如果是裝在風比較小的地方 它發電力就比較小 一天能夠發多少電 每一個地方都不太一樣 是根據當地的風的狀況來決定 所以很多比較屬於電力供應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完全沒有電的這種家庭來講 它可以提供幾個電燈泡的這種電源 它可以提供收音機的電源 它可以提供可能是小型電視的電源 類似這樣的情況對他們來講已經是一個很滿足的 有些人可能目前還在點蠟燭或是點沒有燈 我想對他們的幫助可能是很大的 其實是這一百瓦兩百瓦的這種範圍 另外就算我們架設完成了輸配電力系統 因為印度的服務員遼闊 頂期的維護和檢修也是相當的困難 相較之下這小型風機就非常非常的適合清奈地區咯 每天我們把小型風機所發出來的電 先儲存在蓄電池裡 需要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當然就不需要輸配電力系統咯 對於需要電力的清奈郊區居民而言 小型風機可以說是相當好的一個選擇 或許隨著經濟的發展 青奈有一天也會樹立起大型的風機 不過在那一天到來之前呢 小型風機絕對是可以優先來建設的一個 最佳選擇 只要有電 大家都似乎非常的興奮 這一支兩百瓦的小型風機 一天可以發一度的電 而度又是什麼單位呢 讓我來考考大家 所謂的一度電 它指的就是使用功率一千瓦的電器 一個小時所花費的能量 如果我們想知道電器會用多少度的電 我們可以先看看電器的瓦數 通常 它會被標在電器標示上 然後我們再看看電器使用了多久 比如說電器使用了10個小時 就把瓦數乘以10 再把這個得到的數字除以1000 這就是我們使用的度數了 比如說 一個20瓦的燈泡 連續點亮了5個小時 所耗的電呢 就等於20乘以5 再除以1000 所得到的數值是0.1 這就表示我們在這段期間內 所使用的電是0.1度 為了讓大家更清楚更方便的了解 一度電到底可以用多久呢 來 我們示範給您看 電熱水器用15分鐘 烘液機用48分鐘 電磁爐用50分鐘 吹冷氣可以一個小時 電鍋一個小時又15分鐘 洗衣機可以洗2小時又22分鐘的衣服 電腦可以打2小時又48分鐘 玩Wii可以撐6個小時又21分鐘 看電視7個小時又6分鐘 普通的電風扇可以吹涼15個小時 家用電冰箱24個小時 25瓦的燈泡能夠連續亮40個小時 有了小停風機 所發出這一度的電 印度的家庭生活已經獲得了改變 而且快用日式結束 弄開之後 出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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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y人 阿里亞人風 小小的電力 正在改變大大的世界 不只是在印度 包括了孟加拉 奈及利亞 還有加納等等的很多地方 只要你擁有了風 這樣的自然條件 就可以非常容易的 裝設小型公雞來改善生活 回想在親愛所看到的一切 真是繽紛多彩 就又新舊夾雜 混亂落後的地方 自有其生存的邏輯與哲學 但透過無數的小型的風機 這樣的微型創新 卻逐漸打開了這個國家 脫離貧窮的各種可能性 這是屬於印度特有的機會 在這一片土地上抽牙 綻放出未來的希望 它是時候說再見 讓我們轉動風的翅膀 飛向夢的故鄉 台灣 讓我們轉動風機 讓我們轉動風機 在回程的旅途上 我一直在想 送給印度人的小型風機 真的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擅用 再生能源的風力發電 從小型到大型 從青睞到澎湖 地球暖化的問題 似乎是已經找到了解決的方法 旅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